离楼篇分成离楼篇上 以及离楼篇下 那离楼篇上有28章 离楼篇下有33章 那孟子圣训选读 等于说孟子圣训的卷三 就是从离楼篇的上选一章 28章当中选一章而已 以及从离楼篇的下选一章 31章当中选一章 等于说总共61章里头选两章 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离楼篇上的这一章 上到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就是来复习一下 来复习一下 离楼篇上的 先佛就是选的这一章 爱人不亲反其人 就是说我们想要对人家好 但是人家 人家不理不才 人家不买账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受挫 想说我是一片好心 为什么我想要对人家好 人家会这种态度呢 一般情况会 都会去责备人 责备对方 就是说对方真的是 就有一些形容词了 但是呢 孟老夫子说呢 我们想要对人家好 那人家不以为然 不肯接受 我们不能去责备对方 而应该要反省 是不是自己的人行得不够 那智人不智 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教化 所谓教化众生 就是说你要去宣扬道理 宣扬真理 去讲道 去度化众生 但人家不受教 不受教不能够责备 人家根基不好 应该反省说 自己的方便法能不够 自己的智慧不足 理人不达 反其境 我们对人家很有礼貌 但人家 譬如说 早上你跟人家说 谁早啊 那人家好像视若无睹 一副很高傲的样子 或者你在路上 跟人家点头打招呼 人家视若无睹 一般情况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呢 但是一个想要修道的人呢 他应该要反省自己 是不是我的诚心 敬意不够 总而言之呢 行有不得者都反求诸己 那如果我们行得很正的话呢 全天下都要归纳到 我们自性里面来的 全天下都要归顺的 这个可以说是 你看到这一章里头 可以说是前后两个极端 怎么说前后两个极端呢 前半段在讲什么呢 讲说你对人家很好 然后人家都对你不好 人家都不理不睬 你对人家想要慈悲 人家不买单 你想要讲道理 人家不听 你跟人家敬礼 人家不敬礼 不回礼 甚至视若无睹 但是你如果懂得反求诸己的话呢 你自己行得正的话 全天下都要归顺了 这全天下归顺 跟前面你对人家好 人家不理你 不是两个极端吗 那这两个极端如何从 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 也不是说极端 这两端 两个相反的一个 两个相反的情况 如何从一个负面的情况 走向正面的情况呢 原来它的关键在反省 反省 所以我们读经典 就是要这样读 你要看全貌 然后抓出重点 原来是反省 然后呢 论语圣训 就是把这每一句 又披成 等于说每一个字 都披成妙训 然后我们知道妙训 怎么样去读圣中训呢 就是寻了这个笔画 寻了这个笔画 那可以去读出一篇圣中训 那我们孟子圣训选读 就是完全来读训中训 那我们上一次呢 上一次就是研究到这里嘛 就是研究到这个反求诸己 这几句的训中训 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 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次最后要下课之前 就研究这两张投影片 这第一张呢 是讲到说 享乐众皆欢 劳碌众皆烦 享乐就是说 有享受的事情 一般人都会很喜欢 然后有要做事 要劳累的事情 一般人都觉得很烦 要逃避 那这个就是在讲 一个一种好意勿劳 好享受 不肯吃苦的一种 一种态度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一张 完全要讲反求诸己 所以先佛辟出这样的训文呢 绝对不是要我们去责备说 看哪 谁是非常好享乐 谁是非常不做事 我们不是去挑别的毛病 要反省自己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点好意勿劳 然后呢 先佛要告诉我们 家财有日迁 离善亦难免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纵然说我们能够有家财万贯 恐怕有一天呢 也是不能够藏宝 因为《道德经》里面讲 金运满堂不能藏宝 更何况我们一般人 哪来的家财万贯了 好 那如果说我们家庭和乐 各方面亲戚朋友关系 家庭关系都非常的好 也是有一天难免要离善 天下无不善之宴席 所以这个人世间呢 可以说是一切无常 那我们活在这个无常的人世间 我们是随着命运的摆布 然后有时候高兴 有时候悲伤 有时候得意忘形 有时候痛苦不堪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们修道的人呢 就是要明理 所以在事理明探言 由衷万物参 由衷就是由自己内心 来参透这个万事万物的道理 那这个万事万物的道理 也不是那么难参 主要是什么 在返求诸籍 很多答案都在里面的 然后修身的方面呢 有两个要点 就是一勤二俭 勤就是勤劳 有句话说 一勤天下无难事 那也有一句话说 天道愁勤嘛 所以只要勤的话呢 很多事情都可以 都可以达到 你希望达到的那个境地 那如果这个勤的功夫 不肯下的话呢 这天下都处处都是难的 都是难事的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呢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在个人的享受方面呢 要减 减就是减约 减约也可以说 就是习福啊 我们知道白水圣地 他老人家呢 以前注释的时候 一直在以身世道 彰显一个点半 就是习福 那老前人还特别讲说 特别慈悲说呢 节俊 并不是吝啬 节俊是为了习福 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花得起啊 譬如说 人家搭飞机都搭这个什么 都买经济舱 然后我们很有钱 你说我商务舱 我投了点商务 我花得起啊 问题是花得起又怎样 花得起 然后这样子的享受呢 耗掉的是自己的福报啊 所以一般人不明理也就算了 我们修到半道的人呢 应该要了解啊 修身啊 自己日常生活 就是以勤以减啊 来自处 然后减呢 可以培养我们一种 因为习福嘛 所以我们就不会对一些事情很贪着 所以可以去贪念啊 譬如说吃东西 好吃的东西 吃够就好了 不要不一定要吃到饱 那各方面的享受也都 也都是这样子 就示众就好了 所以脸 脸就是不贪求 养脸 我们如果能够养 养这个不贪求的这个 这个德性的话呢 也可以说为这个世界 立下一个典范 又勤又茧的一个典范 这个讲 看到这个典范 看到这个字啊 后学就立刻 老前人他老的这个行仪啊 就浮现在眼前啊 所以一个人啊 他用他的一生啊 写下他一生的故事 如果他这一生的故事 他是努力的真羞实伴的一个前辈 的一个前人贝 一个前贤 他的那种那种 那种声音啊 笑貌啊 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故事呢 都会一直营绕在 在这个候选们的心中 在候选们的眼前 所以我们老前人前人啊 可以说是从很远的礼天啊 啊 离这个 呃 索伯世界十万八千里 摇的礼天的 来到人间啊 投胎做人 而且不是古人哦 我们一般想的先佛都是古人 是现代人 然后以一生的这种行仪 一生的努力呢 写下故事 但是圣贤啊 圣则日以远啊 圣人有一天也是要离开 但是他们写下来的故事呢 就是有赖 我们这些候选们啊 去效法 然后去例行 因为他们留下来都是典范 然后我们上一次呢 呃 还有 还有啊 这是第二章啊 上一次快结束之前呢 第二章投影片呢 讲到 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够真羞实练的话呢 我们的心是光明的 光明的心是坦然的 然后 你如果能够对这个世界 有所贡献 你对人家 讲白了就是说 你对人好啦 你对人好 人一定给你感恩 真正的 也许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有些人 好像你对人家好 人家 人家不一定 人家不一定感恩 其实你如果真心对人家好的话 不管你以后在哪里 或者是 不管 很多很多年以后啊 已经离开人间 人家都还会 还会感 还感念 还会感念啊 呃 像后学记的 有个长辈哦 那他 他年轻的时候 他壮年的时候 他因为是一个成功的事业家嘛 然后他就帮左林右舍 的那些年轻人啊 介绍工作啦 然后有的没有 没有钱缴学费啊 帮助他 他都做这些事 然后以他那样成功的企业家啊 他呃 做这些事是很简单 因为 因为有钱有地位的话 我们要行人不得事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哈 所以有如果说我们今天呢 我们是呃 刚好是富贵 你要行的就是富贵到 多帮助别人 你所行的好 别人的感念在心 然后我说这个长辈呢 因为他到后来 以行李失败 行李失败以后呢 呃 行李失败以后 当然朋友就比较少了 因为因为 因为他生意做很好的时候 他朋友很多嘛 他帮助很多人 行李失败 当然朋友就比较少了 门前稍微冷落了 车马戏 但是 令人感念就是说 到他 归空的时候 他去世的时候 那些哈 以前 以前被他帮过 帮助过那些年轻人啊 啊 都被他父母说 你就要趁去 趁去 某某人 某某阿仲 趁去 去他的林前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啊 以前被他帮过这些年轻人 来到这个长辈的林前 都是行跪拜礼 都是行跪拜礼 所以后续才感觉到说 你真的成 你真的对人家好 人家感念 而且感念在心 虽然有时候一时未必会表现出来 但是他那种感念 尤其是 那个 那个我们旁观者 真的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这个也不过就是普通的 那个 社会上 一个有钱的 有地位的长辈 然后帮助年轻人嘛 那更何况呢 我们 在道场 我们行人不得 我们不仅呢 道心之间 互相的扶持 有苦 有难的话 我们都互相的扶持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拯救众生的性命 拖出苦海 而且是真心的去拯救 那你这样子的得风呢 怎么会不明显 所以有道人养瞻 慎容 名流传 所以有道的话呢 人家都会养瞻 养瞻就是以低的位置看高的人 就如同我们在看老前人前人 那样子 那样子大德 慎容 他们的音容笑貌 他们的名声 一直是流传在后世 所以知学 知学理则贤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 就知道要学习 要学习 要理静 理静什么呢 这个真正有道有得的 的胜责 然后效法他们 效法他们呢 创业至当展 如大鹏展至 如大鹏展翅 白羊旗不只是 不像过去 过去青阳红阳 可能就是只中 比较中内功 因为没有大开普度嘛 白羊旗呢 中内功 同时也要 竭尽所能的 去行外功 内外要并行 所以白羊旗是一个 福会双修的年代 这跟古时候不太一样 古时候 可能会 你可以很努力的修 那你要去修福的话 机会没这么多 那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说在重德道场 处处遍地是功德 你不管是打毛巾 不管是服务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你参与道场的工作 你都在行功利得 所以要很努力的 去我们大鹏展翅 我们重德人大鹏展翅 要好好创自己的道业 圣业 智当展 所以智者有信念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来这辈子 不是为了吃 不是为了穿 不是为了享受而来的 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度 不是为了站在很高的地方 站取很重要的位置 而不是为了这些名利而来的 而主要是要来什么呢 要来 好好的改毛病去皮系 然后好好的利益众生 然后自己跟他人 都可以超生了死 可以超九旋八七族 甚至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让大同世界的理想可以呈现 所以有这样的信念 而这个念念都善的话 有一天正佛 成仙作佛 并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圣贤先佛的候选人 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里 那这一次我们继续 继续 那继续的这一句 就是而其身正 已经是离楼上的这一章 这一章反求诸体这一章的最后两句了 所以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那身要怎么正呢 所谓有所谓人者心之气 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工具 这个人是谁的工具呢 我们的心的工具 所以你如果心善的话 你对人 你行出来就是善事 你说的是好话 做的是好事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那我们的心如果 我们不要说心恶了 如果我们有脾气毛病的话 那有脾气毛病的话 我们行出来的可能就是发脾气 可能就这样的 然后可能毛病很多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其身正 要身要什么正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自信佛给找回来 所以这边讲故事明命中庸行 大家如果我们在至三班就读过大学 大学里面不是有句话吗 故事天之明命 故就是观照 观呢 那事呢 事就是这个 那我们要常常观照呢 哪个呢 这个 这个上天所赋予我们的这个天命之卫性 你常常观照他的话 然后来过日子的话 你就能够行的就是一个中庸之道 然后仰载天地万物身 仰就是仰观 仰观辅查 这边有点仰观辅查 天赋地在 整个把它浓缩 仰观上天 辅查地 然后看到天赋地在 这边浓缩成仰在 仰在天地万物身 我们观察天地 看到呢 天之高明 地之薄厚 然后万物呢 都生在 都生存 生存在这个天地当中 那圣人都是这样吗 观照自己 然后仰观辅查 然后活在这天地当中呢 盈满伐喜 礼佛成 什么叫盈满伐喜 礼佛成呢 就是伐喜充满 伐喜充满 礼佛很虔诚 那这个礼佛 礼的 绝对不是外在的佛 因为我们求道都知道呢 这个 心外求佛 路变差 所以这个礼佛呢 绝对就是我们 十五条佛规 所告诉我们的呢 要尊敬先佛 尊敬先佛呢 老师告诉我们 要主要要尊敬 自己的自信佛 所以我们 法喜充满呢 尊敬自信佛 以罪成 全权福音 来让自己的自信佛 来做主 难怪 难怪怎么样呢 难怪能够 法喜充满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里头有讲 万物皆备于我 返身而成 乐莫大焉 也就是 《清静经》里面讲的 有没有 这个 人人常清静 天地息皆归 那这样子的实修 这样子的真修实练的 一个明道的一个人呢 他自然可以担任责任 担任什么责任呢 把这个盗棒 把这个盗卖 承先起后的这个责任 传下去的这个责任 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呢 人生最高的价值就是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 正己 让自己呢 能够觉悟 然后能够帮助他人 然后在这个苦海的世界当中呢 在这个苦海当中 一般人是七七惶惶 一般人是受命运的摆布 但是我们 这个一个明理的人呢 你在这个当中呢 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 当然不可能说永恒的平安 因为平安在哪里呢 平安抓不到 其实我们身为佛佛的弟子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如果有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求老师慈悲 对不对 我们要求老师慈悲 但是老师 技工难为 为什么呢 因为冤心大德会说 你不是技工 你是技师 为什么你都是 所以老师有时候就是很为难 如果说冤欠不放过我们 好像我们会觉得老师不慈悲 但是呢 老师说 如果我们要能够 要能够躲过自己的劫难呢 主要还是要有筹码 就是我们功德银行要有进账 如果功德银行没有进账的时候 那老师如何帮我们拿这个功德银行的 这功德财来还给我们的冤心大德呢 所以我们要求得一个平安 还得要自己真实的去努力 真实的去做 老师说 只要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做呢 在寻功利得的话 一切 这一辈子一切都交给老天了 都交给老天 也不要去烦恼说什么什么什么 一切交给老天 那万一如果说交给老天之后 还有一些事情不是很顺的话 那也只是反求诸己 自己做的不够 自己做的不够 所以呢 安身立命 平安在哪里呢 平安在一切交给上天 立命 立命呢 这个命有天命 天命之位性吗 你能够关照自己天命之位性 才能够立自己的慧命 才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 也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 所以这个命的意义大已栽 有很多层意思 但是不外乎就是修己 安人 所以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行 那为什么这两句 一个是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行呢 这个重点您会发现呢 多了一个行 就是这个理想 是必须去行 才会实现的 所以呢 道 这个知而不行 道非我有 因为这个道本来就是要走的嘛 所以这边先佛非常慈悲 告诉我们说 有这个理想很好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很好 但是要行 正己成人 安身立命行 那如何行呢 修道修心 守道之意 还是从最朴实的地方开始 并不是说行 马上就登上一个高位 然后很了不起 还是从修道修心开始 守道之意 守住自己应该守得到 诚心抱守嘛 然后知道什么 知道自己应该要做的事 义 义者已也 义者已也 我们该做的事呢 该做的事 该了的使命 该尽的责任 不能够逃避 守道之意 知道怎么样做 才是对的 培养内德 要从日常生活 来做起 这两句真的是够白话的 那因为这么白话呢 一定是很重要 要我们培养其的众生 一读就印象很深刻 培养内德 要从日常生活 来做起 不是说到佛堂来 才培养内德了 在您家里的时候 在您的家中 在工作场合 在路上 在社会里头 从日常生活 来做起 心心念念 慈悲将众生 来利益 我们是不是能够 每一个心念都很慈悲 都想要利益 众生呢 这个 如果不提醒自己 是很容易忘记的 因为人 难免总有脾气毛病 然后我们如果碰到的人事物 又不是那么OK的话 会说一个人都没有脾气 那好像也很难 很难 所以要常常 要常常要记住慈悲 才不会随便的发脾气 所以先佛说过呢 我们 我们听课 听课当然是我们各位前 尤其是线上上课 大家都能够来上 这已经很不容易 那听完 听了之后呢 要做一些笔记 这个做笔记 也不一定说是为了以后 自己能够讲 主要是要自己要能够做 那其实我们讲的这课程呢 也不外乎就是经典 训文 可以说说是圣人 先佛的话 那这些话呢 并不是讲的好听的 只是讲了以后 要我们能够来去做 那有时候就是会忘记嘛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笔记 做笔记 然后几个重点 然后呢 时不时翻阅一下 也才能够提醒自己 各位前 我们能够把道理做出来 对自己是莫道的好处 真的是这样 例如这边讲 信心念念要慈悲 那提醒一下自己 你看到了 本来平常会发脾气 会有负面思维的 会有负面言论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要慈悲 然后你转过来了 就少造一个业了 就少造业了 先佛说 我们功德银行的里面的功德财 也会被我们花掉 不是说只有在 我们逢到这个劫难的时候 先佛帮我们拿去 还给我们的冤心大德来拨准 不只是这样而已 平常我们也会把自己的功德财 不小心花掉 什么时候花掉呢 例如我们在背后讲人家是非 然后就是申口一三叶 尤其是口业 口业很容易造 然后口业造的时候 就把自己好不容易行功利得 财师法师无畏师行的功德 给花掉 所以共产这样子很不值得 那我们不管说是 申口一叶造哪个业呢 后学感觉 心存慈悲往往能够化解 比如说要发脾气 你心存慈悲脾气可以降服 然后比如说要背后要批评谁 那你心存慈悲 可能就不会批评 诸如此类 那先佛说过 要如何慈悲来把众生来利益呢 就是众生有男女老少 对不对 那先佛说呢 我们把那个年长的 比我们长很多的 我们看成是我们的父母 然后比我们年龄稍长的 我们看成是我们的兄姐 那比我们年龄稍晚的呢 看成我是我们的弟妹 然后比我们年龄 年轻很多的 小很多的 看成是我们的晚辈 各位先生您有儿女的 看成是你的儿女 那以这样子的心情来看他们 然后心心念念想说 要把他们带回到 把他们带回到老母那边去 让他们能够更好 能够超生了死 就是以这样子心念呢 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众生 当然很容易忘记 不容易啊 不容易立行啊 很容易忘记 但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个笔记 然后碰到事情的话 记得 我们看到众生 我们想到说 不管是把他当作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 甚至下一代 这样晚辈 这样来疼爱 来疼爱 来引导 来尊敬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老母那边去 那这个并不是说 你看到每一个人 你就立刻开口说 你要不要求道 立刻开口 不是这样的 而说你有这样子的心的话呢 你自然而然会渐进渐进的 你会面对的人 你都会去跟他们结善缘 你都会去跟他们结善缘 你都会去跟他们结佛缘 那这样子的话 一来可以改掉自己的脾气毛病 二来可以跟众生逛结善缘 所以先佛的迅文 真的是太实用了 然后有违逆 如果我们这样子去 对众生这样慈爱的话 人家不买帐 要违逆 这不是不可能 父母亲很慈爱 都可能会伸出逆子 逆逐 那更何况是不认识的人 人家不理你呢 这个时候呢 要诚挚的反求诸己 反求自己 还是反省自己 自己修的不够 觉得自己修的不够 是自己在改进 而不是说谴责自己 自卑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反求诸己 并不是一直打击自己 不是哦 而是反求 看自己哪方面可以再改善 这个反求诸己是充满自信的 不是说一种没有自信的打击自己 好 那这样子渐渐的呢 就身心端正 世人定啊 世界上的人一定会怎么样呢 一定会真心来归顺 服你无疑 各位贤贤 这一面啊 真的是太白话了 而且心佛讲到 用一种很绝对的口气 服你无疑 无疑 绝对不会 不服你 绝对会听你的话 那可见呢 如果我们去度人 成全人 人家不听我们的话 那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反省 如果你真的做到身心端正的话 世界上的人一定真心来归顺 服你 无疑 不用怀疑 绝对是 不用怀疑 这个without doubt 讲一些英文 没有 没有怀疑的这个余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 我们已经把离楼上 讲完了 接下来要进入离楼下 离楼下 这一段 完全在讲什么呢 完全在讲爱 一个大爱 一个大词 一个词爱 所以君子以人存心 这个孟子的原文 君子用什么存心呢 用人 慈悲心来存心 那慈悲心存心 还要以理存心 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规范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一个父亲很慈爱 对儿女很疼爱 但是先佛说过 现在的父亲 有时候会让小孩 坐在他的背上 有没有 好像坐在他的背上 然后父亲好像在爬 然后小孩是骑在父亲的背上 然后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很疼爱 疼爱儿女的父亲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父亲 有没有以人存心呢 有 他很有爱 他绝对是爱儿女 但是他还要再加强 要以理存心 什么叫理呢 如果他常常让小孩 这样没大没岁 这样子溺爱的话 等到长大以后 这小孩不会孝顺 不会孝顺他的 因为从小就是 概于这是没大没岁 甚至可能看不起 看不起父亲 也说不定 所以呢 以人存心 plus以理存心 不可或缺 那人 这个理也并不是一种 一种 说上 长辈要管教晚辈 那种很严格的理 这个理不是 这理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 有这个辈分 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身份 他的辈分 年龄 什么 应该人与人之间 应该有了态度 这个叫做理 所以 有理 人者爱人 一个 有人词的胸怀的人 他自然就会爱人 然后有理者 敬人 他的内心有理的话 他自然会尊敬别人 而且他也会教他的孩子 尊敬别人 那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这些都是我们很耳熟 能详的 经典章句 那先佛呢 把这样子的经典呢 批成妙训 然后我们今天要研究的 就是 训中训 所以从君子 以人存心 以礼存心 这一句呢 先佛所批的迅文 是这样的 君子 以人存心 以礼存心 还是repeat repeat的原来 孟老夫子的话 以人 以慈悲心 来当作 自己心的本体 然后呢 plus 这个礼敬他人 然后先佛接下来要 要阐述了 自爱爱人 自重敬人 一个人一定要先爱自己 这个 不是只有先佛这样讲 世俗的心理学家 还有哲学家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一个没有能力 爱自己的人 他绝对没有能力爱人 他能够爱 自爱 自爱不容易 自爱不仅仅说 是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德性 他照顾自己的品格 照顾自己这个人的人格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能够自爱 他其实是多方位的 一个 他能够自爱的话 他才有能力去爱人 如果他不能自爱的话 他 他所谓去爱人 恐怕他只是一种 对别 对人的一种 执着 就是一般世俗的那种爱 不是真正的圣人 先佛讲的这种爱 自爱 才能够有能力去爱人 然后自重 君子不重 则不威 自重的话 你能够尊重自己 你也才能够去尊敬他人 然后己所不欲 则不施于人 应谨即知 自己所不要的 千万不要 把自己不要的 不愿意的 去 施在别人 加注在别人身上 这个就是 大学里面讲的 是大学还是中庸 我在学庸里面讲 有没有写举之道 你不愿意右边的人怎么对你 你就不要拿这个去对左边的人 你不要上面的人怎么对你 你就不要用这个去对下面的人 不要前面的人怎么对你 你就不要拿这个去对后面的人 这个叫做施举之道 自己所不愿意的 不要拿这个去 加注在别人身上 但是一般的世俗的人 他可不是这样想 他自己曾经吃过什么亏 然后等他有一天 他觉得说 自己翻身了 媳妇熬成婆了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去 把以前自己所吃的亏 再去加注在 另外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是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们修道呢 就是知道 你自己吃过苦了 所以吃苦的人 就能够了解别人的苦 吃苦的人呢 就不会把自己吃过的苦 再去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因谨记之 人民爱物乃本然 讲到人民爱物呢 让后学想起民国 七十几年那个时候 有一次法会 那一次是学界法会 然后在 在南部 好像是明善市 明善市以前开法会 往往都是 楼上开大专班 楼下开高中班 那有时候 法会一开下来 那班员都 一千多人的 都有的 然后 然后后学就记得 已经 因为民国七十几年 后学已经忘记 忘记是哪一位先佛 只知道那个时候 老师也介绍 好像韩大先也介绍 然后忘记是哪一位先佛 然后那个先佛 要批训 批那个训文 妙训就是 人民爱物 四个字 但是在这个四个字 还没批出来之前 先佛先要大家 猜猜看 后学是记得先佛 讲说这个 如果你要成就 无上菩提 你要成就 无上菩提 有四个字 你绝对不能够 没有 绝对不能够 没有做到 有四个字 你绝对不能免 然后要大家猜 是哪四个字 那当然先佛 在 在讲这个 在给这个问题之前 先佛已经先讲了 很多道理的 然后后学那时候是助理 我马上举手 马上举手说 然后先佛慈悲说 要后学回答 后学就回答说 人民爱物 然后先佛说答对了 那因为印象很深刻 所以这个 这是这四个字 印象深刻 到现在 那人民爱物 是什么意思呢 人民爱物就是 爱心普及众人 然后推及问物 不是只有在众人而已 还有推及万物 那各位前行 其实我们看到 人民爱物这四个字 你会发现 我们在道场上 但道 就是在力行 人民爱物 你想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还是指救普通人 救普通的这个生命 那我们救人性命 拖出苦海 这个功德呢 绝对是更胜过 造七级浮屠 所以你真正爱一个人 给他最大的好处 莫过于能够 把他送回离天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 一直在推广的 一直在 在度己度人的 这一部分 不就人民吗 而且 道卿求道之后 由于受到 明师一指点 这个天命 天命明师 这一指点的 这个功能性 非常的 powerful 这样子的加持 可以说是 本心被唤醒 所以我们道卿 学习吃素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在这个吃素 这一部分呢 就是直接影响到 这个地球上的 动物的 命运 如果 人民 人们 因为人们是强的嘛 人们不要弱肉强食 人们不要去宰杀 那些 无辜的动物的话 而把那些肉 当作是我们的 的这个 佳肴的话呢 那这个世界上的动物呢 就好命了 他们就能够安养天年 所以 人民爱物 这个 在道场上的半道呢 真正能够 真正能够做到 人民爱物 这个爱物 并不一定 并不是指说 去收养一个宠物啊 并 这边 这样都还是小事 主要是 我们能够 让更多人能够求到 他们的良心 能够被唤醒 然后让这个世界上的 这些动物呢 能够 能够解脱吧 那话说 这个新冠肺炎啊 这个疫情啊 听说现在 Delta病毒 已经是成为 全世界新冠疫情的 一个主流了 所以病毒 它一直在变异啊 那这个病毒 也早就 各方面的讯息啊 来自上天的 来自有一些 有一些 各方面的人士啊 他们的讯息都知道 其实是唯有吃素 唯有素食 才能够真的解决啊 那 主要这个是 是 可以说是业力的反扑啊 无边业力精神会 业力的反扑啊 所以人民爱物呢 是绝对 我们玉密无上菩提呢 人民爱物是绝对 不能共勉 那如何人民爱物呢 克己赋礼为开端 克己赋礼啊 我们呃 现在已经从乐班了嘛 我们应该对 新民班的时候 论语应该还有点印象啊 论语里面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言言问人 只曰克己赋礼为人 言言曰请问其母 只曰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一日克己赋礼啊 前面讲克己赋礼为人 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好 那为什么人民爱物 那现在突然又讲到 克己赋礼呢 克己赋礼是克什么呢 克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那这个非礼物事听言动啊 其实就是佛 佛家讲的六根啊 那克己赋礼可以说是 好好的把心收回来 从六根门头收回来 回到自己的自信 然后让你的自信来做主 这个礼 礼者礼也 这个礼呢 也等同是真礼的礼 同样的发音呢 古字呢 是通用的 礼者礼也 所以克服自己的私欲 克服自己的私欲 回复到自己自本性的源头 这个才是人民爱物的开端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修办道的人呢 他的外公呢 就是尽量的把道推广出去 对不对 度更多的人 然后让这些更多人 他们都能够良心被唤醒 然后让这个世界上的动物呢 哎呀 才有个好日子过嘛 是不是人民爱物啊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道物来推广呢 我们这棵大树 就好像你在种植一棵大树 这棵大树的根呢 就是我们的克己复离 就是我们的心性 如果我们的树的根 扎得不够扎实 不够深的话 那只是在表面上的这个枝叶 很茂盛的话 那台风来不就容易倒了吗 对不对 所以人民爱物 乃是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克己复离呢 才是这个根 跟着开端吗 克己复离 为开端 好 然后克己复离之后呢 然后博学读字 窃问尽尸 这个也是出自论语 论语指章篇 指下约 博学而读字 窃问而尽尸 人在其中已 博学 像我们现在在上新民 不是新民班 我们现在是上崇德班 这个就是博学 五年研究班 我们是一直在读 对不对 一直在读 这个就博学 但是读这么多经典 讯文 听这么多课啊 听一听 听完以后呢 就很高兴 然后把它全部给丢在一边 不是的 我们应该做的笔记 一点点 不是长篇大论的笔记 自己应该注意的 比如说我们应该以人存心 我们要以慈悲 然后对 看待每一个众生 心心念念 例如一些仙佛讲的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 但是很实用 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赌字 这个时候呢 志向赌实来立行 志向赌实来把自己的 手学的道理呢 来给行出来 切问是什么呢 切问就是切实的去追问 这个根源 什么事情一定有个源头吗 比如我们人 我们人有 佛性 性 还有我们的心 还有我们的这个身 有信心身 那这个性呢 志性呢 是源头 所以修道修心 我们常说 修道修心 修道修心 所以我们要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度好人 那心要怎么样 才能够好呢 心的源头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要追问的嘛 切问 那我们求到了 我们知道 心的源头 我们知道了 第一宝 好好去参悟参悟 所以禁师 禁师啊 就是把心收回来 这样子一件的 博学赌字 我们要行的这个 人民爱物的这个大事呢 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 把心放在外面游荡 可以做得来的 所以一定要把心收回来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以前老秦人常勉励我们 这个 道在自身 身外无道 所以我们虽然说 我们要广度众生 那广度众生 我们并不是把心 在外面一直游荡 这样子能够度得来 如果我们的心 自己没有办法掌握住的话 去度化众生呢 恐怕 恐怕说服力也不高 恐怕不能够长久 所以呢 这个圣叶 还是要扎根 根在这个心性 所以博学赌字 切问禁师 切问这个心性的根源 而且近呢 近就是很近的地方嘛 道在尔 而求诸远 这个经典不是讲吗 道在很近的地方 可是人们呢 却常常把他 在很远的地方去求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心收回来 然后才能够发扬天性 之美好 回复到纯真 善良 人我一体 相亲相爱 无分别 当我们能够跟 看众生啊 感觉到能够相亲相爱 无分别啊 我想已经回到 已经明心见性了 明心见性的 一切人我相都进出了 当然这不是 刹那间一处可击 但是这终究是我们的理想 终究是我们应该要去 应该要去达到的 好 接下来 这个 因为 大家的书 有时候逗点分段落 有点像离也 应该是 离也是形式之法则 所以离也应该是要排在 这一行的这边 离是什么意思呢 离它是形式的法则 例如说我们刚刚 课前开始 如果我们是实体上课的话 我们一定是 一二三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下课也是 一二三 光是这个很简单的离 这是一定的法则 那我们实体上课的话 我们还要公赢佛教 还要公送佛教 所以 那这个形式的法则 这个离是谁制定的呢 这个经典里头不是有讲吗 这个圣人才能够制礼作乐 所以圣人来制定这个礼 来制礼作乐 像我们的 我们道场的礼 礼节是谁制定的呢 是老师 老师天然古佛 天然古佛师尊 在这辈子的时候 工厂组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本 暂定佛规 那所有道场大致 的礼节都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 当然又有一些 有一些 等于说是modify 比如说 像我们 比如说早晚礼 早晚礼 我们后来有 白水圣地 不休息菩萨 还有白羊大仙 那当然 在以前老师制定 这个暂定佛规的时候 当然没有白水圣地 因为那时候白水圣地 还没有 还没有求到 可能也还没有 跟还没有成到 所以 所以当然那个时候就没有 但是后来就 与时俱进 就有一些增加 老师以前制定 暂定佛规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 院参文之后 也没有这个天然古佛 中华圣母 因为那个时候 老师也还没成到 所以 佛规礼节是 在与时俱进 有一些增加 但是这个基本的架构 是老师 寄功佛佛 师尊 在这一世 导庄为工厂主 这一世所制定的 叫做暂定佛规 那现在回到 圣人 圣人为什么制礼 圣人 像我们老师 做这个暂定佛规 可以说是制这个礼 圣人如何制这个礼呢 圣人是由自己的清静的心 由自己的清静的心 然后来看这个世界 然后由自己的清静的心 看这个世界产生的 恭敬的心 然后制定出这个礼 是这样制定出来了 所以这个礼基本上呢 就是以公敬 以公敬为主 所以可正名之篇 可以导正 这个老百姓 这个偏差的那种 放肆 傲慢 行事不公 那种脾气毛病 可以正名之篇 令谦卑恭敬 让他们能够谦卑 恭敬谨慎 以其得忠 以这样子的态度 来得到什么呢 来得到忠道 忠道可以说是忠庸之道 就是以这样子 然后来什么样呢 来行道越行越重举 对不对 不管是这个修道 越修越欢喜 讲道越讲入性理 那这个 这个伴道越伴越契机 行道越行越重举 这个欢喜 这个契机 这个重举 这个都是以得其中 就这样子来和道 所以呢 义是自行之义 养民之道 所以这个礼呢 也是这个制礼 制定 自礼作业的这个圣人 他自己 这个领导者 自己应该要做的 自行之义 义者 以也 也是他应该要做 就是他 他制 这个礼节 并不是 制定这个礼 去给别人做的 他自己会先做 自己也会做 也会做到 然后养民之道 也是养民 就是照顾老百姓 照顾百姓 或者是照顾后学 照顾后学 照顾老百姓 你这个领导者 自己也是要千功 有礼 如果以傲慢的态度 来照顾 那是不可能 老百姓是不可能 得到照顾的 对不对 自己 这个领导者 也是要千功 有礼 这个从事 而且不是表面上的千功 不是表面上的谦卑 而是真正的 谦卑恭敬 这样子老百姓 才能够真的受贿 若能 若能克己复礼 这边有 这边各位前线 听说你们有课本 这个负责讲师 跟后学讲 你们有课本 如果有课本的话 这边有个措置 这个措置就是 若能克己复礼 你们的课本是斗点 这个斗点 斗点可以拿掉 可以改为一个折 若能克己复礼 或者是斗点下面 加一个折 折天下归人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真的克己复礼的话 孔老夫子不是讲吗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焉 而天下归人 也就是孟老夫子讲的 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那刚记分明 君治律 这个时候又突然讲 刚记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要做到克己复礼 这不是喊口号的 不是喊口号说 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 然后就克己复礼 这个是真修实练 这不是喊口号的 所以言渊不是说 请问其目吗 孔老夫子不是说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焉吗 言渊说请问其目 孔老夫子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所以刚记分明 就是在讲 这个非礼物 视听言动 非礼物 视听言动 不合理的 不要看 不合理的 不要听 不合理的 不要讲 不合理的 不要动 这个礼呢 也可以说是这个礼 也可以说是这个礼呢 也可以说是 真理的礼 那怎么 君治律 是什么意思呢 君治律有两层意思 君可以说是您 请君 怎么样 君可以说是您 所以可以说是 先佛对我们 这些修办道的 这些贤士们 很尊重 刚记分明 非礼物 视听言动 所以您 要懂得 治律 要懂得 治律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有句话说 天君泰然 天君泰然 白体 丛令 这一句是出自 古老的道书 老道亲 大家都知道 天君泰然 白体 丛令 就是我们求到 我们这个佛性 可以说是我们 这一生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 King 一个King 一个君王 但是这个君王 很客气 这个君王客气到 这个下面的人都不听话 都把他给 等于说 让他变成背景了 然后下面的这些脾气毛病都出来 这个福作非为的 他很客气 他都不说话 他就是我们的自幸福 但是呢 我们修道啊 就是要改毛病 去脾气 要降服自己的这个根层事 这些脾气毛病 降服的话呢 让我们本来自身当中 本来就有了这个君王呢 能够安然的 坐上那君王的宝座 求到就是明师一指点 我们自信的佛灯 点燃的 让这个君王坐上他 安然的这个宝座 天君泰然 然后白体丛令 我们的 我们的全身啊 这个五官百害呢 自然就会听从 这个君王的命令了 所以这个君自律呢 后学是觉得有两 可以做两种解释的 一个解释就是 先佛请我们说 自己要自律 被礼物施令言动 然后另外一个解释呢 君也可以解释为 我们的自信 自身的这个国君 你要让他坐上 登上他的宝座 然后我们全身呢 才会听话 成就庄严自我 好我们这个主持人啊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哪一位前嫌 他没有关麦克风 可以帮他关一下 好这样子才能够 你才能够成就 你的庄严自我 然后 仁慈得人 仁慈的人呢 他一定能够得人心 因为他爱人如己 行中数之道呢 可以推己及人 行中数之道 数 我们知道数是如心吗 如心就是将心比心吗 所以行中 中就是中心 中 表面上的中是中心耿耿 但是这个中啊 如果更进一步去看 他其实就是我们 大宗自正的这个本心 你 你把一些妄念 收回来 然后护持住自己 这个大宗自正的本心 让妄念降服 那这样降服之后 因为你要跟人家相处吗 我们人活着总是 活在人群当中吗 跟人家相处 那如何跟人家相处呢 就是要将心比心 如啊 如数 数就是如心吗 就将心比心 所以要推己及人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 能够成就这个事情啊 成就上天 能够成就先佛 要我们做到的 这个这个境界呢 则你的气度呢 就能够灰宏 你的涵养就能够深厚 你就能够知命乐天 你就能够乐天之命 能够把爱传遍 你也足以让世人 你也足以让世人 启发善良的本性 可以足以让世人 启发善良的本性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讯文 非常的白话 先佛说 与人相处 应该互相关心 光是这一句 就有够白话 所以呢 光是这一句 我们就可以 虽然是很白话 不要想说白话 没有什么好 做笔记 其实可以做一下笔记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对人 有时候少一点关心 那现在 以前 以前古老的社会 见面 都想着问你吃饭 吃饭 现在想着问 都想着问 你打疫苗都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没有 只是说 生活上互相的关心 与人相处 彼此敬重 世人如同手足般 那这关心也不是 没有分寸 彼此还是要敬重 也不能太扣秀 那看人呢 如同自己的手足 就是兄弟姐妹一样 真心来对待 千功有礼 有内而外 表礼如一 有内而外 就是说 我们的千功有礼 不是装的 不是皱标云 而是我们里面 真的就是对人家 就是这么样的 恭敬 就是这么样的 千功有礼 接下来这一段 有各位前线的课本 有几个错字 这边 无有过 与不及 而这样千功有礼 无过与不及 也不用做的过度 做的刚刚好 没有过与不及 让这个世界 充满了和气 让这世界充满和气 在各位前线的书 少了一个这 您的书是 则可以让世界充满和气 让这世界充满和气 有礼君子 自重敬人 有礼的一个君子 他是自重 然后尊敬别人 后学读过这个百孝经圣训 刚好有一次也是讲解百孝经圣训 刚好看到老师慈悲 讲也是批了一句非常白话的漩文 老师慈悲说 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一个孝子 他必然能够爱惜自己 不忘尊重别人 老师慈悲说一个孝子 他的心 他如何孝顺他父母 其实他是在跟父母相处当中 学会了什么 因为一个人从小出生 出生以后 第一个接触到的人 或者说是第一个接触 第一个接触到的一个人际关系 就是自己的父母 虽然那个时候自己还是baby 那父母是父母 那渐渐的自己长大 慢慢长大 父母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的社会 这个小孩子 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 那孝顺父母 他要学习的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他懂得他要爱惜自己 每一个人都要照顾自己 但是照顾自己当中 不要忘记要尊重别人 所以自重敬人 所以这个跟这次句话 这篇宣文这次句话 自重敬人一样 一举同工之妙 他绝对不是偏的 自己没关系 只是爱别人 没有办法爱自己 也是没有办法爱别人 不抗不卑所行何疑 所以不抗就是说不傲慢 一个有理君子 不傲慢 歌前前的书也是有印错 印神不卑不抗 不卑不抗是一般的 一般人成语是这样讲 但是先佛迅文讲不抗不卑 先佛特别这样讲 总是有他的用意 不管是不是因为对称 压运或什么 反正我们就是照迅文 这样改过来 不抗不卑 自重敬人 不傲不傲慢 但是绝对不自卑 所行和一切呢 都行得恰到好处 尘中行外 造就和谐的人际 和谐的人际关系呢 是这样子来造就出来的 所以爱人者仁恒 爱人者仁爱之 爱人之者仁爱之 内在诚恳真君子 一个真正爱人的人呢 别人一定是爱他的 因为他是内在诚恳的 一个真正的一个君子 态度温和来应试 合情合理不偏执 不偏执就是不顾自己见 为了一点小事 跟人家一直争论一直争论 这个就偏执 着重德性的修持 赤心不失 他绝对是注重德性的修持 而且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 然后呢 只有真正的自爱 才会去爱别人 这边先佛讲出答案了 真正的自爱 才会去爱别人 也唯有真正的爱人 才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 所以各位前一前 为什么敬人不敬 反其敬 那为什么我们对别人有礼貌呢 人家不回礼 我们要反过来 一切要反修诸己呢 因为唯有真正的爱人 才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 原来秘密在这里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人敬重 就是我们爱人不够 所以仁慈有德之人 也会受到上天庇护照顾 所以我们如何得到上天的照顾呢 在这个疫情当前的时候 我们如何保平安呢 我们除了诵经以外 行功利得以外 还更重要 随时随地呢 不要忘记培养自己的德性 也会就会受到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培养自己的德性 就会受到上天的庇佑与照顾 更能名流清史 名流历史呢 无上的尊荣 已经是最后两句了 最后一句了 所以人类的天性本质 仙佛慈悲说呢 人类的天性本质 均渴望受人尊敬与赞扬 后学觉得这里 仙佛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如何增进促进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秘密 人类的天性本质 均渴望受人尊敬与赞扬 没有人希望受到别人的冷落与忽视 嘲讽与讥笑 没有人希望这样的 虽然我们修道有句话说 叫做八风要吹不动 不管是趁机回遇 不管是历衰苦乐 我们都要八风吹不动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要求自己 要八风吹不动 但是我们对别人呢 都必须要了解 人的天性本质呢 都是希望受到人的尊敬与赞扬 所以我们要尊心诚意的对待他人 并让对方感到高贵 受重视 以前不是有个航空公司 他有一句slogan说 以客为尊吗 以客为尊 这个不过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如果真的有做到的话 那他的顾客一定会很希望再搭乘 他们的航线航空 所以我们要真正要真心诚意对待他人 并让对方感到高贵 受重视 所以各位闲闲 我们现在看到一句秘密了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我们很努力来度人 对不对 新道经来到佛堂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高贵 受重视 但是也不能够说 他们变成老道亲之后 我们就改变了 不能够这样 你们下面一段 贤佛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能呢 敬仁之者仁恒敬之 这边各位闲闲的书 又有错的地方 这边少一个之 你们的书是敬仁者仁恒敬之 这当然是孟子是这样讲 但是训文改了一个字 敬仁之者仁恒敬之 多了一个字 若行有不得 则应当从内心自我反省 那你们的书是写若有行不得 若有行不得 这两个字要颠倒过来 若行有不得 各位行人 您有书的话记得改 否则您将来 如果说想要读这个训文 就去读这个印错的 那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一定要记得改过来 这样自己读的时候 才能够读那个正确的 如果行有不得 则应当从内心自我反省 理 我们的理是否做得适当得体 这个理是否做得 你们的书写道 是否这个道改为德 是否做得适当得体 净是否做到 真诚恳切 理是是否做得 净是否做到 当然要有点改 有点变化 不然的话就重复 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别人理静 但是呢 行有不得 反省了自己理 是不是做得很恰当 很得体啊 不不抗不卑 静呢 是不是做到真诚恳切 真的是从内心流露出来 理静众人内外相同 理静众人 必须是内心跟外表一致 不是说我表面上我装一下 然后我内在呢 其实其实很不以为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不是一个真修的人 所以理静众人内外相同 前后一致 这也前后一致 后学刚刚不是不是有讲到说 有一句等一下再讲吗 就是说 刚刚不是讲到一个秘密吗 每一个人都希望受到人家的尊重 所以我们要让对方呢 后学刚刚讲到说 我们要对 要让心道亲呢 感受到高贵 受重视 然后讲到说 那如果这变成老道亲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一样呢 不能不一样 这边先佛讲 前后一致 我们既然前面呢 是让他感到高贵 受重视 我们是这样理静他嘛 那等到他后来变成老道亲以后呢 我们还是让他感到高贵 受重视 当然运用之庙存乎一心 道场也有道场的伦理 心道亲的时候 你把他捧在手掌心 让他感到高贵 受重视 那他变成老道亲 他又领了天职 领了天职 他当然也要对前贤 也要有他的理 但是作为一个前贤 也不能够说 因为他已经变成我的后学了 所以我就很 可以把他 就是以前 心道亲的时候 对他那个尊重已经失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他找回来 虽然说他还是要有一个后学的理呢 但是我们内心里头 对他的那个尊重 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一个人他能够得到尊重的话 虽然他是后学 他一定能够感觉到更加的 更加的温暖 而能够这个大道场的 就更能够像一个大家庭 所以前后一致 那有一句俗话 有一句成语叫做前句后宫 各位前线应该都听过 前句就是说前面态度很傲慢 后面态度很恭敬 那后学特别去把这个典故查出来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不是叫苏秦吗 那是苏秦张仪不是合众联恒吗 那苏秦他就占成合众 合众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战国七雄 那战国七雄里头 他就是联合六国来怎么样 来共同来对抗 那个时候最强的秦国 秦国在西方 然后联合在东方的这个六国 共同来对抗秦国 让他这个策略成功了 因为秦国吓到了 当然后来秦国又用了张仪 然后又把六国并吞 那个是后话 在当初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苏秦他就是联合六国 然后来对抗秦国 所以他一度 他有一段时间 他贵为六国的宰相 他的那个腰间 佩戴着六国的宰相的官印 可以说是六国的国君 都以他为宰相 非常非常的一个风光的人物 但是苏秦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风光 他一开始非常不得知 他讲的话没有人要听 然后家里人都瞧不起他 邻里的家人都瞧不起他 连他太太也看他 看他不顺眼 后来他成为六国宰相之后 情况大变 他依锦还乡的时候 家乡的父老都在街道旁边 热烈的欢迎 然后他的父母 在三十里外的路口迎接他 就是离开家乡 离开家乡到三十里外的那个路口 来迎接一锦还乡的这个书秦 然后他的妻子呢 不敢看他就跪在地上 俯伏在地叩拜 那这个时候书秦就问他嫂嫂 书秦当然觉得百味杂成 以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那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还不是同样的我吗 只是因为我现在做官了 书秦就问嫂嫂 为什么你以前态度那么傲慢呢 现在又那么谦卑呢 就是问他嫂嫂 为什么你前居后宫呢 他嫂嫂惭愧的说 哎呀因为你现在是个地位崇高 钱财丰厚的人 所以我们大家都 这个就是前后不一致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 如果说书秦他的家人 懂了这个道理的话 在书秦不得知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子瞧不起他 绝对不要这样瞧不起一个人 万一这个人以后翻身了怎么办呢 那那个时候再来表现恭敬 那就显得自己太没有格调了 所以一个人的礼敬 内外相同前后一致 定受尊崇爱敬 你能够这样子礼敬他人的话 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高度来尊崇你 来爱敬你 那今天呢 想到这里居然刚好九点 本来是想说 如果时间还有甚 后学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办事人员天职的书胜 不是至善班的这个教材 而是另外后学找的 因为想到这个要礼敬他人 办事人员一定要特别的 能够感受到这种爱人 敬人 这方面的涵养与修持 但是既然时间到呢 后学就赶快了 做个结束 如果讲到不圆满的地方 寇求宣佛慈悲赦罪 祝福各位闲贤 福慧增长 圣凡如意 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谢谢各位闲贤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林讲师 请起立